那我們就請來 謝您 發行的座 發行的座 蔣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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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在訪問 規定 朋友們搭訪 我還是坐著說 今天那個議題上有空氣霧欄 也有開到排氣墊 另外還有總量管制 那我在第一次的發言裡面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在幾年前 在講這個PM2.5的這個風氣比的標準 要怎麼做的時候 那我跟我們的副長 藏副副副副長 就到彰化 六十五位非常高度重視決定 那當然我們去介紹我們怎麼做後座門的談人請教 那麼 會後就有一位防保商局的朋友 他就衝到我們前面說 你們所謂處長 你覺得台灣的空氣有問題 空氣有問題 你自己認為多難 你告訴我三點 我直接衝出來之後 當然那個都老朋友 我是跟他講說 我個人認為就是 揮發性有幾乎 荔狀污染物 跟氣候變先對空氣的影響 那他聽的時候就 也就沒有說什麼 其實這個每個人看法或許不同 但是當時我就意識到說 其實在荔狀污染物這部分是 越來越複雜 然後我們也觀察到說 在東南部 在PM10 當時對PM10來看 其實他就是 在這個防治或監測上 是比較難 雖然都是還是 逐漸的改善 可是他就 這個波度 就是比較狂 那當然 剛剛如果說 曾律師之前也提到 其實在很多的 中大開發單 會在中國 像中國 或者是中農 或者是其他的 也就是說 其實這個 負荷是有成效 當然我們也實際在檢量 這當中呢 會有哪種關係 那另外就是說 氣候變遷 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 莫拉克風災 各位 莫拉克風災 也許已經過了好久了 給他不太有影響 可是 在 莫拉克風災是8月 那10月 那時候我到 佐水溪 西羅大橋上面 整個霧茫茫的 這風很大 從來沒有那種形象 我是空法術處長 我一看到這個時間 我就 那束手無策 一下就不想怎麼辦 因為整個莫拉克風災 之前還有地震 然後莫拉克風災 又把它衝下來 然後 又衝向 那洞圈的時候 一吹 也很明顯 所以這裡就是說 我們的空氣品質 面臨的問題 其實還蠻複雜的 那好 我回過頭來 就講我們的 氣旋為例 我之所以講 氣旋為例的話 就是 它比較複雅 它不是一般的特異文 其實它包括 我們剛剛所稱的 原生性 也就是說 你如果從台灣管道 或者是 柴油車的 把排氣管源 排出來的 直接的顆粒 它會有一個原生性的 就是 這個 另外它還有衍生性 也就是說 我們把 游泳化物 代氧化物 或者鎮 或者這些 做控制之後 但是它在空氣中 經過光化學環境 它還是會產生一個 消毒狀的選擇力 這是一個 所以我們包括 本地就會有 免生被免生 那另外還有一類 空氣是流通 在冬天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 氫外匯破 其實它是比較複雜 相當複雜 所以 過去我們是 空氣品質 我們也持續的在改善 但是對於 PM2.5疫情 其實真正在建設 是在靈活95年的時候 才開始建設 也就是到目前為止 其實還能到10年 還能到10年 那當然這個 也隨著 我們剛剛詹老師有提到 其實國際上 也還做了一個研究 那我 空保說實話 我接觸PM2.5 其實也就是更讓我們 疫情 來 來 放這方面的一個 啟發 所以我們在98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個 叫商業計畫 同時也會做 很大的 政府的法治 來感受這方面的一個 以人體健康風險 為主的一個 空氣品質標準 那這個在我們 比如說 100年的時候 當然是果光石化的 反光石化的 參會的時候 我們要求我們 承諾 我們在100年 把這個空氣品質標準定出來 但是空氣品質標準定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目標 剛剛詹老師講的 其實 世界衛生組織是 這個 10 10 維克美 100 那我們現在是第15 我這邊提出 那當然這個就會 世界衛生組織 當然是講說 各國隨著你的條件 或者風險 去考慮 可以跟階段的定定 那我們當時是定 是參考當時的 美國跟階段的標準 那麼也定下來 是10年的一個目標 如果說 101 那10年 我們希望109 會達到 當然是全國平均 不是每個地方的大道 可是我們定規定 其實我也了解到 它有面臨很大的挑戰 很大的挑戰 各位隨便想一想 比如說剛剛所提的 活力電廠 會排放出來 鋼鐵廠 會排放出來 石化業很多 還有這個 我們的 運行空機 或者 柴油車 台灣有多少車呢 就每個人一輛 就是氣機車 加起來 2300多 一輛 每個人流行之一輛 這麼多的這個 移動軟體 也是會排放出來 所以我們 在定出這個空氣品質標準之後 後續 當然持續就是 要去監測 就是監測 監測就是 我們開始設這個 自動車站以外 還有人工的 採量力的車站 因為要比對標準 那當然 同步也就是一個 綁織的策略 跟措施 那當然 定標準 這些建議 我們都先不提 我們就提這個 環品的這個議題 我回過頭來講 就我在環保署工作二十幾年 其實我也看這個環品的 整個的生產過程 那麼到 然後 我比較接觸的是這個 也許真理師 比較有注意到 這個大齡火力發電廠 當然之前有 中農鋼鐵廠 我們就先講 中農鋼鐵 在台中 中部也是一樣 因為空氣的 污染物的負荷很重 所以中農鋼鐵 在當時 要通過這個環品的時候 事實上 它是有附帶 也就是 有一種 有一種這個 抵患 抵患交易的觀念 也就是說 它 中農鋼要產生多少 帶乳化物 它要去附近 把帶乳化物撿下來 那它怎麼去撿呢 它就是這樣去 旁邊的大廠交廠 然後去跟人家講 講一講撿下來 或者它的這個 揮發性有機物 它要有增多少量 它要撿多少量 去哪邊撿 當然這個整個詳細的速度 我們記得 不過那個觀念上就有跑出來 還有就是說 它去做洗掃街 把這個立庄圍交易 有一種叫 有一種 比喚的一個觀念跑出來 那另外在這個 大連電廠 的時候也是怎麼樣 大連電廠 它原來舊的基礎 它有 兩部燒煤 兩部燒氣 兩部燒油 總共六部 但是因為比較小 又老舊 所以後來它們要更新 那更新的時候 大家會面臨說 那你 它一開始提出來 是四部發煤 這個叫 燃煤的發電基礎 但是經過很多的這個 黃毛桿底 或者是黃靈煤 討論之後 到這個定案是 兩部的一個燃煤基礎 可是它也附帶 也附帶了就是說 它整個的這個 新的建廠起來以後 其實它原來的這個量 還要減 要減 那這個還要包括洗澡 也還有其他的措施 這個是慢慢的就是 在環瓶案裡面 都有這一種 抵換 或者是 你要增1 你要減1.2 這概念跑出來 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但是就是說 它如果要從這個 它本身的這個 舊的廠房去減 也許就 不那麼容易 所以 慢慢的也讓它嘗試說 可以跨出去 比如說你做洗澡街 做其他的一個減量措施 你能不能讓它經過 這也許就是說 在過程當中 取得一個 一個平衡 那這個 起來以後 其實後續 後面的這個環瓶案 幾乎都是這種 模式 那當然大家是會想說 那你承諾說 你減 那真的你減 你從哪裡減 剛剛詹律師有提到 我非常好 就是大家要一起看 他從哪裡減 是不是真的減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 我看到了這個環瓶是 有漫漫的這樣的 有趨勢 環瓶案 那當然這個審查過程裡面 大家會有不同的觀點 我們再講這個台積電的 這個 中科的案 我們 台積電 他後來 我們講後來他通過了幾個要求 對於空氣環瓶 他本身 他有做一個叫做 承諾去洗澡街每年的長度 對台中市區等等 第二個就是 收購這個稻草 因為東部 其實各位如果在 陸鄉或者在中部 在夏天的時候 這個 陸天燃燒還蠻嚴重的 所以他們想到的是說 因為這一方面 這個可能有跟 地方政府也有做一些溝通 一部分是把收購 讓他不要日冷燃燒 也可以減少 讓台積電 做得 他通過裡面是有 在這兩個部分 那 核算他的一個排放量其實是 差不多 因為我們 以我們這種模式 或是什麼 我們就不算是看長度 但這樣的話 滿不滿意 用數字上去看可不可以 所以這就後面還要很多的這個 健康工錢的這種 評估的工具來看說 你減這個跟減這個 到底有沒有一樣 或在那個地方減 跟這個地方減自由 沒有一樣 所以剛剛詹老師有提到 在健康工錢 評估的這方面 會要扮演很大的角色 很大的角色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這個在我們 環評案也好 或者一些個案也好 慢慢的觀念 有一種 總量管制的觀念 剛剛我們今天有三個議題 我們就講總量管制 那總量管制 我們預計 現在當然是已經 預告公廳延商 那麼最後一些條文 我們數 現在進度大概有送到 經濟部門那邊 會董去幫忙 總括的來講 就是在高雄 高平先做 先做 那三年內 要減這個 叫做 這個排放量的 5% 那項目是什麼 就 六碼烏 代碼烏 P&M 還有 我要寫的紀錄 這樣 那總量管制 它最大的 我個人認為 它最大的 不同 跟我們現在 要求它 實際減量 它的不同在哪裡 就是它 如果減到一定 程度以後 它可以做保留 可以去交易 可以去拍賣 那這樣的話 就是讓這個 它其實是一種經濟工具 讓這個區域 比如說 我們講三年減5% 達到了 那 在後面三年再定 也在減5% 也就讓它持續持續的 但是對於這個 新設 大家會想說 完了這樣的話 要去設廠了怎麼辦 或者是 擴增了怎麼辦 那它就要去取得這個量 也就取得這個量 也就是說 從這個 我剛剛所提的這個 減下 超過指定減消減的量裡面 再去買 那這裡就會有 剛剛那個 詹老師 詹律師有提到 如果是在 中科 台積電 它如果要通過這個廠 它 我們剛剛有提到很多 比如說有 中農 中火 移動污染 那這些呢 如果說這個 新的開發 現在假設台積電 是在總能管 那它就要去取得這些量 那它就要自己提出來一些作文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樣的方式是相當好 相當好 那 當然它總量管制的其他問題 也許在其他的在提 不過如果 以一個 就產業跟環境保護 就是一個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來看的話 其實類似這樣的一個總量管制的概念 我覺得是一個解決的方法之一 解決方法之一 但有人問我 他說你是空保住宿 那你覺得總量管制比較好 還是現在的指定消減比較好 現在的指定消減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是三局防治區 台東市 其實台東市現在是二局防治區 如果台東市是三局防治區 那裡面它照空無法的規定就是 基準的污染要指定消減 要消減 要消減 那這個也就是說 市政府它可以透過許可量的消減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 把它的量減下來 那某一個產能就是 就是 你叫我減了我就減了 那減了就減了 那減了就減了 你知道嗎 等到五年到了許可證 他叫我繼續減了 我就繼續減 可是這個 這個就比較麻煩 就是 他努力去減了 超過一定什麼 他沒辦法保留下來 他也沒辦法賣給人家 所以這個就是 有一個方式 那也是一個 就是一個方法 那總量管制這裡呢 可以做一個透過一個交易 制度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 如果定下去 好好來看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 它是一個方式之一 我會覺得相當不錯 好 是不是時間到了 還有六分子 好 OK 好 我想我們在 這個PM2.5這裡 我還是要 再補充一點 因為我們 對於 如果說我去定標準 去減量 或者各種策略 當然我們持續去做 各界也可以提供意見 可是問題是 每天空氣品質 都在這個地方 如果在東天的時候 大陸來了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說 要持續的去做監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像24小時 當然我們也有去把它增值 做出來 做一些預警措施 預警措施 那 尤其在 冬天的時候 那麼在 10月到隔年的 這個2、3月 的時候 其實再加上東北季風過來 我們對於這個 台灣 尤其是中南部的PM2.5公司 我們就要特別關注 那特別關注的話 就是要去做預警 以現階段來講 你面臨這種問題 我們是監測預警 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要做 所以當然 固然說各界隊友們 有很多的意見 或者是議題說 你定的那個 定的那個 標準太鬆 或者是說 你這個 預警的這個顏色 不夠 不夠 但是我是覺得是說 在 我剛剛手提的 從台灣開始測 監測空氣瓶 PM2.4 到現在還不到10年 大概10年 那我們累積一些經驗 那我們可以再 持續的去做一些改善 做一些改善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先監測 然後做預警 讓空氣瓶不好的時候 我們 比較 身體比較不好的 同胞 能夠 做一個 預防措施 這是第一個 這也是贊老師一師 強調 就是說 其實我們做 保護民眾安全的 方式呢 有相當多 那在現在 這個階段 也許是可以先 先這樣走 那另外就是說 後面 持續的一個減量 一個減量 我們 我們可以知道說 固定軟圓 他可以用標準 或者什麼 持續去加圓 可是在台灣 我覺得面臨的一個 比較 我個人是覺得 比較口控的問題 就是在移動軟圓 我剛剛說 七機車加強 每個人平均壓力量 台灣 我們又 台灣社會 又是很愛惜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的 平均的這個車輪 又比 歐美之間 國家又來得差 那大家也知道 就是說 車子如果老舊 現在排氣 就比較不好 那我們 我們會 有一些方式 不過我在這裡講一個 就是說 台北市 在台北市 防保局的一個朋友 問我說 假設 假設 他們 長官 叫他提 如何解 如何 改善 台北市的 空氣 要立即有效 問他說 能不能給他一些建議 我說我可以給你建議 你也可以 測試一下 你長官 是 有沒有真的要做 我給他三個 我是第一個 全面 全面做 假設 電動工程 這個可以 我看起來 現在是這裡不能做 第二個 全部改 電動工程 這個有難度 大家會想說 那個電源 可以從發電廠來 所以這個有難度 第三個呢 全面 性質 機車 進入台北市 當然 那你可能在這種時候 處長你在亂想 可是你問我是說 如果要立即有效的話 不是這個嗎 對不對 可是它有難度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大陸 一句話就沒有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方法 那怎麼樣去達到那個 摩擬道不是明天 不是明天 所以它各自上 事實上它有它的方法 那問題只擺在那個地方 我們才什麼方法 其實 如果剛剛像張立志錄的 能夠大家 貢獻 心力出來 逐步的去改 那 產業 雖然也可以是綠色 也是可以綠色產業 其實 不會違背 我個人可能會 歐洲的建立國家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產業是持續發展 可是在跨境裡 也會繼續 這是我 第一人先做一個 這樣的說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